一年一度的白玉兰入围名单终于公布了,正式提名也跟网友的猜测大差不离。 不过,值得注意的是,最佳男主这边堪称大年,失地荣誉不管给谁都是能服众的,每一位都是公认的演技派。 而入围的影视剧中的表演也绝对成得像是高水准。 即使是王凯,黄轩看了他们在《大江大河2》《山海琴》中的表演,谁不会发出一声惊叹呢? 口碑爆棚的《觉醒时代》入围了本届白玉兰的八项提名,这部剧爆的最佳男主是于和伟,而李大钊的扮演者张童并没有入围,这个细节也立马登上了热搜榜。 不少网友都在可惜,难道张童还不值得一个白玉兰提名吗? 其实,很多人不知道的是,张童已经是最年轻的飞天师弟了。 而飞天奖虽然没有精英奖、白玉兰奖的宣传这么大,但据官方、最权威的电视剧奖项是没跑的,一部剧最多只能提名一个最佳男主,于和伟的表现也确实很强。 不过,有没有提名张童,在大家的心目中肯定已经是最佳男主了。 不同于市地提名的忠望所归,竞争激烈,最佳女主提名这边就有点强信凑人数了。 这也是难免的,去年到现在,各大电视台大盘都跌到了冰点,整个电视剧行业也没出几部热度高的剧。 往年紧张的五个名额,今年确实很宽松。 童谣的三十二蚁热度口碑双丰收,已经提前预定了事后提名,而且拿下最佳女主应该是最有可能的。 实力口碑热度三十二蚁里的顾价都有,而且童谣这边背景也是很雄厚,之前已经凭借乡边女主大江大和拿下了精英事后, 这次三十二蚁更有实力说服力,对事后也是志在必得。 童谣应该也可以向圈内不少艺人树立一个典范,那就是一部剧的成功跟范围真的没有太大关系。 童谣还是二番呢,一番将输引最后也没有入围啊,所以还是呈现给观众的东西最重要。 偷偷提一嘴,某次范形同样还有流经岁月的妮妮, 与另一位女主刘诗诗当初的范围也是平凡。 不过,网友讨论更多的就是妮妮值不值得一个提名。 当初这部电视剧播出的时候也有不少争议,妮妮的人设有点强行马力苏了, 而且有些地方的演技有点水土不服。 其中,妮妮一身红裙翻上摩托车的画面就被称油腻。 不少网友表示,比起妮妮,其实谭松韵的提名更水。 以佳人之名,去年在大盘冷却的情况下确实还可以, 但最后编剧烂尾,三观不正,与下一站幸福是同样的情况。 打着佳人的名义,其实是狗血的伪骨科爱情偶像剧。 女主谭松韵近些年的角色也很多都是高中生之类的, 像是《最好的我们》、《亲爱的麻洋街》等。 演起这类角色驾心就熟,不过以家后半段的长大后的表现有点缺乏层次感, 戏录有点限制,没有达到演技派的程度。 粉丝吹的《九龄花第一人》有点强行吹的意思。 不过谭松韵以家人之名运气是真的好, 其他也确实没有什么有竞争力的人选。 有些剧要不是被压,要不就是播得迟了。 今年这季也赶不及报名, 像是之前热播的小舍得,如果赶得上报名, 那宋家和蒋鑫也觉得值得一个提名。 可能谭松韵的提名就会被挤下。 倒是明年的白玉兰最佳提名才是真正的大年。 两货白玉兰的孙丽的《理想之城》, 找为学区房,还有海青童谣的新居, 其他还有马依丽、严妮、宋家、樱桃、赵丽颖等, 应该大多数都能赶上明年的白玉兰。 这么多实力派,光是提名就可以打好酒架了, 这也没办法,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。 另外,这届白玉兰还有最佳导演呼声最大的, 就是《觉醒时代》张永鑫、《山海琴》孔生。 其中,孔生导演已经是大满贯了。 这两位无论谁,都是实至名归。 小二思心,觉得拍了三年才完成《觉醒时代》的张永鑫, 值得一个最佳导演奖。 其中,教员出场,从风雨泥泞中走来的片段, 谁看了不说一句绝呢? 好了,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。 如果你有感兴趣的话题, 请在评论区积极留言与我们互动哦。 我们下期再见啦。